刘瑞工作表现不错 但她的着装又一向不协调 温柔便带她到商场挑选衣服 还为刘瑞整理领带 然而当刘瑞刷卡时 却发现卡里根本没有余额 温柔只好为她刷了卡 温暖为湛南贤做好饭 充了感冒药 湛南贤想起七年前温暖生病 年少的他也是这样为温暖吃饭喝药 湛南贤故意装出一副可怜样 温暖无奈只能留下 湛南贤又得寸进尺 要求温暖帮忙打扫卫生 温暖打扫湛南贤的卧室 无意中看见两人当年的合照 温暖拿起照片端详 嘴角露出微笑 湛南贤执意送她回家 在车里给温暖系好安全带 谁知这一幕却被薄一新看见了 湛南贤送温暖到家 她握住温暖的手表达谢意 朱灵路此时也来找温暖 自然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当湛南贤离开后 朱灵路才开口换温暖的名字 温暖已不再生她的气 并告诉她自己的清白已被证明 薄一新情场失忆 将潘维宁喊来陪她一起喝酒 潘维宁抢下她手中的酒瓶 希望她爱惜自己 薄一新却大发脾气 潘维宁一气之下将水泼在薄一新脸上 薄一新伤心唾气 潘维宁忍不住想要一吻方子 却被狠狠扇了一巴掌 她只好道歉并深情表白 希望薄一新能接受自己 湛南贤对着宠物乌龟喃喃自语 其实和温暖一起过这种寻常日子 就是自己最想要的生活 另一边温暖回忆起 与湛南贤度过的美好时光 她给李阿姨打电话 诉说自己的好心情 湛南贤给温暖带了小猪包 为此还显得很不好意思 令温暖忍俊不尽 丁小代一眼瞧见可爱的小猪包 不客气地拿起就吃 温暖虽然心里不舍 但也没说什么 湛南贤看见此景 便让他吃饱了好好干活 然而丁小代不仅自己吃 还把小猪包分给管替 管替又一脸大方地拿给湛南贤 湛南贤又气又笑 管替和小代都察觉到 湛南贤今天脾气超大 还以为是因为上班吃东西的缘故 郭如谦虽然知晓了杜星彤所做的一切 却表示会加倍对他好 杜星彤内疚自责 连累郭如谦失去了工作 郭如谦却势然地宽慰杜星彤 温暖与朱灵露谈起匿名邮件一事 终于兵事前线 管替帮丁小代完成加班任务 还约他去看电影 潘维宁再次来找薄一新 然而薄一新却表示 他心里只有站满线 潘维宁也不强求 还拽着一新去唱歌 薄一新唱了一首伤感的歌 回忆起年少时 只能远远地看着站满线和温暖亲近 自己却只是个局外人 泪流不一 好了 这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锁定腾讯视频 搜索温暖的弦 速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